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非同一样的计算方法 他的500岁 绝对是比人的500岁更加要大 因为人间的一个月 只是轨道的一天 我们计算一下 以一个月30天来计算 一年就有360天 即是说 在人间过30年 轨道才过了一年 再计算一计 这样轨道的500年 即是等于人间的15000年 那即是告诉你 如果你做鬼中途不死的话 你要捱15000年 你才会可以去投胎 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试想一下 如果要你受15000年的苦 实在这个苦 真是非常之苦 不过又不需要担心这么多 其实在轨道之中 都有机会 提早脱离的 只要你在轨道之中 放下执着 就有机会 提早脱离轨道 重新去做人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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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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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